大家好,这里是百味厨娘 香菜是生活中最常见的蔬菜 它具有特殊的香气,通常用作调味品 但是事实上香菜营养丰富,对人体有很多的好处 而且香菜的根含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大多数人在食用的时候就把香菜的根丢弃了 这种方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香菜根非常有营养的做法 先把香菜的根像这样给它剪下来 剪进一个小盆子里边 然后往里边倒上适量清水 先把香菜的根给它清洗一下 清洗的时候,多用手搓一会儿,一定要清洗干净 而且要把根部的这些小绒毛全都给它掐掉 只留一个主根就可以 像这样把表面全都清洗干净以后 装进一个小碗中 往里边加上一点食用小苏打 再加上一点食盐 小苏打有很强的去污能力 食盐能够刷菌消毒 用这个水把它泡10分钟 香菜根会变得非常干净 在另外一个盆子里准备一些红枣 还有一些枸杞 先给它抓洗一下 然后浸泡5分钟 5分钟以后捞出来备用 一小块生姜把它切成生姜片 切上几片就可以了,不用切的太多 10分钟以后 再次把香菜根给它清洗一下 搓洗干净以后再用流水给它清洗一下 确保清洗的非常干净 把香菜根切成小段 不要切的太长 大概2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切好以后把香菜的根放进小碗中 再加上之前泡好的红枣和枸杞 放上几片生姜 再往里边加上一勺红糖 把刚开的水直接倒进去 激发出所有食材的香味 可以一次多做一些给全家人喝 下入秋以后天气越来越凉 可以像这样多给家人泡着喝一些 喝起来既暖胃又对身体非常好 尤其是在早上的时候喝上一碗 全是都暖暖的 而且红糖红枣还有枸杞 都是营养非常高的食物 尝给家人喝,对身体非常好 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记得转发收藏哦 这里是百味厨娘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